老杨到处说 欢迎继续订阅转发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打赏 我们来聊聊日本的舆论 再分析蔡奇的现象 日本舆论认为中共的幕僚长蔡奇 将成为习近平权力的象征 也就是除了李强和立峰 备受关注是贴身的中常委中办主任蔡奇 日经亚洲评论驻东京的一个社论撰稿人 一个资深编辑叫中泽科尔 写文章分析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 尤其是一位中共中央常委出任中央办公厅主任的 非常规的任命 究竟意味着什么 中泽科尔在中国做了七年的记者 后来担任了中国分社的社长 是2014年沃恩上田国际记者奖的获得主 日本对中国的情报的收集要分析是很细腻的 日本现任的驻华大使垂秀夫 那就是日本著名的外务省的直华派 有人说他也是日本处理对华情报收集工作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但是日本的媒体对中国高层政治人士的研究 一般来说有跟西方媒体不一样的特点 这几年 中泽科尔的表现比较突出 中泽科尔在这边评为幕僚长蔡奇将成为习近平权力的象征 提到了习近平反莫斯科之行中出现的最大的新闻 跟外交无关 而是看到了个意想不到的人 在习近平走下飞机的身后 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 政治局常委七个人之一的蔡奇 北京官媒介绍蔡奇的新职务 那叫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这个角色是习近平事实上的办公厅主任 这就是已经在中共二十大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蔡奇 第一次对外披露他的新职务 所以中泽克认为 这也许是去年二十大以来 中共党内最重要的一个人事变动的结果 我们想起的十九大 十九大之前 最重要的地方大员的人事布局 就是对北京人事布局的安排 当时北京市长是蔡奇 他接替了退休的郭金龙 出任的北京市委书记 引发了外界高度的关注 因为蔡奇是半年多 才调任北京市长 紧接着又升任的北京市委书记 意味着他获得了中共十九大 然后进入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资格 有趣的是 蔡奇仍然是一个双飞 当时是个双飞的官员 既不是中央委员 也不是中央候补委员 所以当时对蔡奇挤积调 那么有一个分析 因为蔡奇是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的旧部 习近平的任职浙江福建的时期 就是从习近平做省长一直到现在 两个人之间有长达近二十年的上下级的关系 有人认为呢 就是蔡奇之所以获得快速的升迁 是因为习近平看中了他的人品 我记得十九大的时候 当时有一个媒体人的香港的媒体发表评论说 蔡奇的升迁的经历 看得出习近平的选人之道 习近平的选人之道 当然选人忠诚虽然是必然 但是习近平选人更注重厚道 校道和官道 蔡奇就读以福建师大政教系 是政治经济专业 在学校 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忠厚的人 对人很宽容也乐意助人 经常当同学老师到食堂打饭 到了政坛之后 好像也很少有负面的传闻 另一方面 习近平当年的福建宁德当第五书记 蔡奇已经是当时的省委书记 陈光毅的郑处级的秘书 却相当没有那些什么 首长大秘的架势 他也一直对习近平很尊重 所以厚道的性格 让习近平对他印象深刻 当然蔡奇让习近平很赞赏 故意的还有孝顺 当官之后蔡奇把父母亲接到福州 尽照顾来孝道 经常牵着母亲的手 在省委大院还附近的街道散步 调任浙江之后也经常回乡探望父母 孝顺本身跟习近平的性格相近 至于官道 评论认为主要是因为蔡奇围观很低调 尽责 尽之恪守 当年省委组织部要福建师大推荐两名优秀的青年官员 但是蔡奇一度不进入官场 是校长反护劝说之下 那么才调进了省委办公厅 他在担任三名市长的时候 他极力处置他的乡亲修建蔡氏池塘 他的故乡游西就属于三名市 冠家 99年蔡奇总福建省人民政务副秘书长交流 到浙江省的渠州市当市长 是比习近平早调到了浙江 习近平是2002年调到浙江 他没有因为跟习近平的关系密切 而获得急速的升迁 直到07年 才先后升任杭州市长 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 常务副省长等职 当时习近平也是分管 组织人士的政治局常委 蔡奇也没有因为这个关系 而获得特别的升迁 2012年 党的18大 18大召开之际 蔡奇还指示 浙江省委的组织部部长 省党校校长 2013年 习近平出任总书记的第一年 蔡奇在出任浙江省的常务副省长 他的仕途的转折点 是在2014年初 2014年3月 蔡奇出任刚组建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那么紧接的呢 他就接替了北京市的副市长 代理市长 就王安顺的辞职之后 那么从当年的10月混到 第二年的5月27号 七八个月 蔡奇的行政职务连升三级 显然是到习近平的重视 加封品德低调 有关 中泽克认为 习近平对蔡奇的选择 很多方面是非常规的 首先第一 过去的办公厅主任来自于政治局成员 而不是排名前期的常委 第二 习近平以前的海外执行 从来没有由政治局常委陪同 习近平信任的亲密助手蔡奇 是第一个这么做的 当然 这个任命也看能不能看到了 中国国内政治的未来 大家看得就从这个角度来 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 控制的谁 和最高领导人的会见 并处理党的日常的事务过程 蔡奇在党内的排名第五 但是他的职务 极大改变这个职位的性质 中泽克认为 蔡奇有可能扮演的 日本内阁的首席秘书的角色 这个秘书从首相办公厅 是控制所有政府部委和机构 举足轻重 在这次的莫斯科峰会 蔡奇是坐在习近平的身边 但是在过去的中美峰会 其他的峰会 作为主要顾问坐在习近平身边 是负责意识形态的书记处书记 王府林 对蔡奇任职北京期间 最大的批评聚焦点 是当年对低端人口的距离 但是这毫不影响蔡奇的仕途 蔡奇是为了贯彻习近平的指示 迁都北京市的各个机关 迁到了通州 发展通州副中 副首都的规划 全力发展通州大运河通州段 让习近平很满意 当然为了达到习近平的要求和速度 强势的铁腕距离低端人口 禁止穿墙打洞 拆除外人人口聚居的出租大运 北漂一族流量街头 在那宝受外界的非议 毫不影响他的升迁的过程 以不经常表演他人而闻名的习近平 在公开场合对蔡奇的评价很高 他们的关系被认为是非常密切 当蔡奇在渠州当市长的时候 彭丽媛曾经到渠州 到处拜托 大家对小蔡要照顾一点 那么好了 蔡奇已经要领导一个 由习近平胜任的助手组成的团队 监督与安全有关的问题 这是中泽克发现 中泽克注意到 以安全有关的关键职位 包括党的中央政治和法律 到政法委 而现在这些等等 军情特又是国家安全部公安部 全部都是由习近平最亲密的助手担任 而这些人大多数都跟习近平的附近共事的助手 所以有人说的是敏派敏系 有一些人就是之江新军 中央政法委 负责监督警察司法和情报部门 目前是由陈文清领导 陈文清之前也是附近国家安全厅的一个高级的官员 王小洪同时担任国务委员和公安部部长 他也是出身附近 属于浙江的陈一新 这是国家安全部部长接替了陈文清 曾经担任三十一集团军参谋长的何卫东 现在是中央军事委员副主席 宋涛是党的国际联络部中央联络部的负责人 本来是负责党对朝鲜的外交工作 那么现在是国台办主任 那么宋涛曾经也在附近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 好了 一大郎汉巴郎敏哲 在这个过程中 蔡奇扮演的角色之中 目前正在建立一个新的指挥系统 习近平居守卫 蔡奇紧随其后 习近平的任何命令都会通过蔡奇传给熟悉和实得信内的亲信 但是这个新的指挥系统的问题是 即使一个不可能命令和指示被传下去 也没有足够强大的下属可以反馈提出不同的意见 宋泽克认为中国现在出现两条指挥链 一条是国家安全 一条是指导经济工作 国家安全的链他认为交给了蔡奇 而经济这条链交给了新任的总理李强 那么李强当然也是国务院的副总理 李强蔡奇 共同帮助习近平获得最终的绝对的权利 有意思 日本人的看法 首先第一点 蔡奇的仕途起步于附近成长于浙江 由普通党员三级跳 哗哗的跳进了中央政治局 是首一位双飞 非中央委员非中央候补委员的北京市委书记 到了十九大 蔡奇为一届普通党员直接成为副国级的中央政治局委员 二十大又成为了正国级的常委 接替了王富林的中央书记处的首席书记 负负责中办和书记处的工作 升官的速度极快 蔡奇如此惊人的升官的三级跳 放眼的中共政坛大概只有当年江泽民的大秘 曾庆红可以相提并论 第二点 蔡奇曾经在微博很活跃 在互联网的社交平台有大咖声誉 在财新网有个人的博客 发表过两会见文录 谈论群众观的博文 也在腾讯网和新华市网开通微博 发布了数千条的微博 还把他的微博编撰成书 玻璃房 由红旗出版社出版 在书中介绍对蔡奇说 对领导干部而言 这微博便是个无可比拟的 跟群众接触交流 体察民生 了解民意的大平台 但这一切 随着他进京出任国安委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已全然的消失 第三 有人说 未来中国政局掌握的四个人手中 习近平 蔡奇 李强 有人说还有何立峰 而不是丁血祥 其中蔡奇的位置是举足轻重 有我们知道坊间有一段 蔡奇在北京党大会上生情并茂 有各种夸张语调 赞扬歌颂习近平的视频 到今天还在各个社交平台 来传播 以他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度真的不需要 像李鸿忠那样表示各种言恶仪 惨媚之词 但没办法 这可能是在中国特色的官场文化里 它是管用 蔡奇是福建游西人 游西是谁呢 是朱西的出生地 接着的名人就是蔡奇 游西这个地方 闽东语 闽中语 闽南语 普仙语的交汇处 所以呢 游西这个地方的方言相当复杂 不仅跟周边各种语言语系交流很困难 连他们之间都没办法通话 每个村每个村的发音是不一样 但是我们知道蔡奇的名谱 发音 远比另外附近级的中常委 陈伯达要清晰很多 陈伯达隆烈的闽南特色的国语 是需要翻译的 但蔡奇不需要 那一段当众的习近平信中信的视频 每一个字大家都听得非常的清楚 那叫一个治政的腔缘呢 老杨可以说 老杨到处说